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大家好,我是Chris 那么今天呢,这个影片 我们就是因为这个2018年已经要来到尾声了 所以我们要在2019年要有副过的话 那么这两位呢,就要来跟我们分享 如何在2019年超越巴菲特 哇,这个 wprowad 一听,就非常的劲爆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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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相信很多人都想要,真的是想要超越巴菲特啊 因为他真的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投资专家 假如你能超越他的话 那你的portfolio肯定就是非常的稳定 在我们进入正题之前呢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频道的话 我的频道主要会分享我对于教育的一些观念 还有小技巧 Towy跟Holing呢 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投资的一些小技巧 观念或者他们经验等等 如果觉得内容还不错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还有分享 那我们马上就进入话题啦 Towy 你要怎么在2019年超越巴菲特呢 但其实很多人都认为 假如要向巴菲特学习 你必须要花好多钱 才可以看得到他买什么股票还是什么的 其实根本就不用 你可以在网站上面呢 就可以免费看到巴菲特 他现在到底持有什么股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现在持有的那些股的金额到底是什么 假如你可以比他的那个金额买的更低 那你是不是已经超越他了呢 那这个网站大家一定要记下来 就是www.gurufocus.com 那在里面呢 你就可以直接一目了然的看到 Warren Buffett 他现在持有的什么股 然后他在这段时间内呢 他到底是增加买了这什么股之后呢 他到底买的价格在哪里 既然Warren Buffett 他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投资家 假如你能在长期的时间跟他一起持有 然后你又买了给他便宜 那你是不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他了 诶~~好主意耶 那第二个来号铃分享 请问视频上的朋友们有谁想要巴菲特帮你们做工呢 如果你是他的老板大概有多好呢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对很简单的 你只是要去买他公司的股票就不是行了吗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BRK.B 他其实就是帮shareholders投资他们的钱 然后他投资好的公司就帮他的股东赚取更多的钱 那其实他这么多年年平均的回报率呢 都是每年大概20% 那假如你一次投资他 你只需要花200美金就可以成为他股东 然后他帮你做工他帮你赚钱 每年的差不多回报率是20% 你说是不是很棒 诶~~ 这样想一下我也好想买哦 哈哈哈 不然去你有200美金就可以了 多一个方法可以超越巴菲特 因为其实巴菲特呢 唉这个老人家钱也真是多哦 你有那么多钱的时候 即使你可以收购你可以买的股票呢 的选择反而减少了很多 如果巴菲特10亿美金 他买了一间公司 那个那间公司 他的收入会增加1亿 这样子对他来说 效益不大 他有的钱很多 反而他的选择少了 他自己也承认了 如果他的portfolio 没有像现在那么大的话 他的公司的增长呢 不是现在的20% 他说一年最少50% 50% 他对自己非常的有信心 对 所以可见有钱人啊 钱多也是一种烦恼 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 自由自在的去选择好的公司 去投资 他要买一间好的小公司 他一下子就并购了 一下子就拥有了 这样就不可以啊 因为他不想要 真的在他的旗下 有这么多的小公司嘛 所以他必须非常选择性的 去投资庞大的公司 那庞大的公司 他们就没有办法像小的公司 这样发展的这么迅速 所以你们两位都是想要在2019年超越巴菲特吗 2018年已经快过了嘛 那你们对2019年又有什么样的想法 想要在2019年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那除了要继续超越巴菲特之外呢 也想要就是在我们自己创办的这个 Invest Travel Play 这个Education的一个公司上面 希望有更多的学生能够加入我们 因为希望他们可以从中学习一个正确的 去投资的一个系统 安全的去投资 然后赚取稳定的被动收入 从中他们就可以用这笔被动收入 慢慢的build out他们的portfolio之后 他们就可以去做很多他们想要的事情 比如说花多点时间去陪家人 去旅游或者去追求自己的梦想都可以 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的理念 那么浩玲呢 对而言时间很重要 要知道时间就是本钱 多点学生来我可以教育他们如何投资 让大家一起走上财富自由的旅途上 那么对于我来说的话 其实2018年其实算是我比较成绩的一年 因为虽然我很少上影片 很少出现在大家面前 但是其实我在私底下其实做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去进修啊 或者是我开始创办 我这个新的一个网络课程 叫做超越AI 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的话 我会把这个影片的连结 放在这个资讯卡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这个超越AI的课程 其实就开启了我另外一个视野 比如说有很多人都想要做网络课程 有些人看到我的网络课程 做得那么成功 其实当然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但是我2019年 我接下来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就是 我想要召集更多 对于教育有更大热忱的人 像Chloe啊或者是浩玲啊 他们都是在教人家怎么去投资啊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可以用很长久的东西 是你在学校里面完全学不到的东西 这些才是我想要提供给大家的 一些比较高质量的一些资讯 其实老实讲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时代进步了那么多 但是教育是其中一个 进步的非常少的一个领域 我觉得这方面是我们必须要去进步的 但是我也不想要等政府来改变 我也不想要等教育制度来改变 所以我先做那个第一步 这是我想要做的 那么大家你们在2019年 又有什么样的希望或者是想法呢 如果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么今天这个影片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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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